我們以前玩到在天台上引警察上來 警察上來之後 我們就困住警察在天台 然後就讓警察去投球 即是現在的年輕人乖了嗎 乖了 做少了壞事 怎樣埋沒良知 而去生存是一個很高的技巧 警察在天台上引述警察 為何不報警了 年輕人在哪裡 連我的牆壁玩 拿錢下來 年輕人 沒人叫你跟人告訴媽媽 他偷偷扮有型 不來了 媽媽罵了 跟得我很緊 我回來了 快點 朋友不要遇我 可能像一般人看的廢青 已經沒有同檔 即是以前的那種東西 現在完全沒有 屋邨的管理好了 乾淨坐或客人都可以進去 以前在樓下 沒有東西做就坐在公園 以前的屋邨 晚上你怎敢進去 我們以前玩到在天台上引警察上來 警察上來後 我們就困住警察在天台 然後就讓警察去求救 直到我開始有電單車牌 我們那時就去搏那些快相機 那時的交通景是只有一個去巡 就試過曾經被人拔了一些車匙 真是百艷 我們那時屋邨 很多人偷底褲或非禮的人 以前不需要警察來搞定 即是我們自己的屋邨 即是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時的古惑仔 自己搞定 是邀請警察 警察才敢進來屋邨去做事 車拉你拉我 你有沒有問過香港政府 我擺明是老黑 不是爛仔飛 之前那些就叫街童 街童再大一點才叫飛仔 再高級才叫古惑仔 那時就是 我們街童 即是現在的年輕人乖了 乖了 不是 做少了壞事 用戶手機給他就不行 甚麼事 一定是沒有機會 又不用劈油 又不用跳灰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女性是堅強了很多的 現在的女性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女性基本上的角色 通常都是我們逐點叫別人的女兒 又或者供養的姑爺仔 那些會出來做 我們當時還叫做私中妹 現在那些真的會幾個過來逗你 會逗你那種 每一個年代的青年人都有類似的東西 但因為社會環境各方面都很大的轉變 肯定他們面對的東西 或者他們生活的要求和節奏 各方面都肯定是很不一樣 現在 以前有這麼說 我絕對相信以前好一點 我們起碼會在街上玩 不是回家就玩遊戲 我們起碼是溝通 知道個人是甚麼性格 你隔你的尾巴要做甚麼 現在就算八個人在一起 八個人在一起 他們只是不說話 只是對著 不是不可以說話 是他們不想說話 我覺得沒辦法再有 是人的本質已經不同了 情懷情感都完全不同了 聽話就甚麼都有 不聽話就甚麼都沒有 其實現在是很尷尬的情況 其實是否正確已經不正確 是接下來要怎樣做 我都不會教他 如果他現在是十四五歲的話 我想我頭爆了 沒那麼多空在這裡跟你聊天 可能我在家看著女兒 我自己的兩個子女 就已經出身 我已經有孫子了 其實這半年對他們的影響 我反而很多時候 我的子女就盡可能 過幾小時會WhatsApp 我一次告訴我她在哪裡 她很多次打給她 都會告訴我 如果有甚麼事 叫我不要怪她 我怪你甚麼 我說你年輕是你年輕的世界 反而我擔心孫子 因為將來我們來香港 我也不清楚香港會怎樣 我們現在在香港的話 比較難生存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埋沒良知 而去生存是一個很高的技巧 這個是最高難度 我的家人都會問我 對於現在的政府怎麼看 我不介意這個政府強硬 因為可能獨裁才有效率 亦都不介意這個政府跪低 現在很尷尬 就是我們政府甚麼都不做 不知他想怎樣 就是我們把壓力推進去 太冷了 但這都要喝 你們 多麼 都不可以這樣 我們